加班是绝对不可能加班的 就连外星人也是一样 这个男人是为了毁灭地球 从外星而来的邪恶组织干部 而放假不加班却是他的人生信条 毕竟假期不仅要休息 还要给眼睛补充营养 于是男主假日来到动物园看熊猫 并用开了连发的手速疯狂按下快门 甚至打算消灭人类之后增加大熊猫的数量 最重要的是在假期里工作都别来沾边 就算不小心看到同事 也要像流星一般迅速远离 就算同事询问自己是不是在犹豫买什么兵棒 也要装傻到底 并且还要注意超能战士们的存在 他们是邪恶组织的绊脚石 但今天他不会和对方战斗 却不料正在巡逻的红战士 还是感受到他的邪恶宇宙能量 男主当即提出休战 只因他很喜欢熊猫 在这战斗如果吓到他们就太可怜了 并且他还注意到红战士手上的水族馆门票 猜到他是打算去水族馆巡逻 却搞错了地方来到动物园 于是慷慨地告诉小红去水族馆的路线 殊不知小红是个路痴 连车站怎么去都不知道 男主面露凶光 却选择当个好人带他来到车站 自从来到地球 男主就发现商超市的好东西 一年四季的生活所需都能在这买到 光是看到熊猫的联名商品 就能吸引他的目光 但最能使他满足的商品是红玉雪糕 不料本应放红玉雪糕的固定位置 今天却被草莓麻鼠口味占据 店员发现此刻男主无精打采 猜到是没找到想买的商品 毕竟种类才刚刚换过 但他特别推荐草莓麻鼠 男主放弃了纠结决定事上一事 如果很难吃的话 他就破例加班消灭地球人 店员看到男主的选择很开心 下意识地说出自己很推荐这款 因为他也很喜欢吃雪糕 所以有新品都会立刻尝试 冬天在温暖的房间吃雪糕别有一番滋味 男主答应会试试看 毕竟他都推荐了 之前他担心雪糕融化 都会找个冷冷的地方吃 冬天则特意为了吃雪糕打开空调 随后几口就把雪糕炫完了 他觉得这样吃很不错 或许消灭地球人类之后 可以把这家店保留到最后 男主是想毁灭人类的外星邪恶组织干嘛 节假日却拒绝一切加班 假期必须要休息是他的人生信条 自从来到地球 男主便发现了许多可爱未知生物 但最让他在意的就是大熊猫 为了揭露熊猫可爱背后的真面目 哪怕是假期还是跑去进行调查 虽然事后成功申请了补修 来到动物园才发现 这里还存在很多其他生物 甚至还有凶猛的狮子老虎 男主吃惊以为这里是人类的实验设施 果然不能对人类大意 但他今天的目标只是大熊猫 他让熊猫洗干净脖子倒着 然而事后男主写的报告 确实还想公费再去 自那之后男主就成为熊猫的忠实爱好者 这天在商超又被红战士找到 作为上次为他指路的谢礼 小红准备了熊猫饼干表示感谢 但今天他还是不会跟小红战斗 只因今天依旧是假期 对他而言休假就是天大的事 既要补充优质睡眠和品尝餐点 还要牢记工作别来沾边 就算遇到了敌人超能战士 或者是一起工作的同事 为了守护自己的完美假期 都要像流星一般迅速离开现场 但今天男主实在是气炸 不管是不是放假都要灭了人类 天王老子来了也不顶事 只因他决定今晚必吃咖喱 结果买的咖喱竟然不是甜口了 没有人知道可爱又一次拯救了世界 今天男主趁休假来到了人类的购物中心 不料两个男孩突然出现叫爸爸 男主建议买杯装的比较安全 甜筒感觉会掉 男孩却觉得甜筒会比较帅 男主见状同意买甜筒 买完就准备带他们去儿童走市中心 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 小兰的冰淇淋果真掉到了地上 男主不擅长应付小孩内心慌的一批 小黄表示给他买可乐饼就会恢复精神 男主无奈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分别之际两兄弟开心和他说再见 但他却觉得没机会再见了 等他们长大人类估计早就灭绝了 因此他要记住两人此刻的笑容 殊不知这两人都是超能战士 这次只是为了刺探军情 只是没想到男主身为邪恶组织干部 人还怪好的 此时男主来到了熊猫主题商店 人生信条绝不加班 因此在遇到地球超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想像流星一样迅速逃离现场 只因今天他休假 只可惜还是被超人小红发现 男主伸手示意今天休战 小红拒绝今天不用担心熊猫受伤 他的使命就是打倒邪恶组织 但男主绝对不想在假期中工作 况且他手中的环保袋中还有鸡蛋 如果因战斗损坏就是铺张浪费 他让小红在原地等一下 可他却一直没有出现 小红怀疑自己是被甩了 又认为男主是去找援军 毕竟他是邪恶组织干部 一定会不择手段对付他 却不料男主只是回家帮他拿伞以及半手 但就是不肯与他战斗 不仅如此男主还是个超级熊猫控 正在上班的他很想请假 只因今天熊猫宝宝初次亮相 但只有抽中的人才能参观 他不爽看熊猫为什么还要用抽的 男主下班发现还有手下在加班 于是让他赶紧滚回家 手下想先弄完手头上的事在离开 他发现这些工作并不是非要今天处理 占领地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如果不照顾好身心 早晚身体会垮掉 因此暖心给手下放了一天假 于是第三天手下报告也去看了熊猫 因为男主说过那里值得再去一次 还专门给他带来熊猫礼物 可当男主打开包装却发现 里面竟然是熊猫饼干 他不忍心将可爱熊猫咬碎 认为地球人真残忍 这天男主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他好想养一只熊猫 却不知只要来四川上班人手一只熊猫 他觉得每当工作累得要死的时候 如果有熊猫等他回家的话 那一定可以洗涤疲惫的身心 但要说饲养就太厚脸皮了 只要消灭人类以后 地球就是熊猫的天堂 到时候就是他和熊猫共存 因此不是饲养而是朋友关系 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赏花 听熊猫诉苦和熊猫聚餐 还能一起旅行的生活简直太棒 一睁眼男主就在地板睡了一晚上 男主重新下定决心要消灭人类 当干部就是爽歪歪 因为想请假看熊猫 所以男主就请假来看熊猫 并产生了一个重大疑问 熊猫的尾巴是什么颜色 一般都说熊猫的尾巴是白色 但他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毕竟熊猫的耳朵和手脚 还有黑眼圈都是黑色 凭什么尾巴就是白的 眼见为食 为此男主办了年卡要好好瞧瞧 可以连两个半小时熊猫都在吃东西 期间男主不断疯狂连拍记录 却也因此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此时熊猫突然卖蒙歪头杀 男主连忙再次抓拍记录 等熊猫终于起身的时候 手机却没电了 随后熊猫又一屁股坐到地上 双方都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男主能理解熊猫 有时候就是只想坐着不动 但他还是希望熊猫能背对自己一下 直到三个小时之后 熊猫终于起身活动玩耍露出了自己的屁 男主激动原来尾巴真的是白色 却不料一旁的小男孩同样如此 刚刚解答了重大疑问的男主 决定奖励自己一下 于是他又来到了互动广场 并一眼就注意到那只和熊猫花色很像的兔兔 他虽然想去互动却又不知道怎么下手 之前的男孩再次出现提醒 一开始要先摸背部比较容易下手 等兔兔习惯之后就可以摸头或脸颊 男主想起他是跟自己一起确认熊猫尾巴的男生 还以为他是地球的动物学家 男孩害羞他只是个孩子 但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兽医 虽然母亲说他不可能 男主却已经视他为医生 并需心请他教一次 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 男孩开心将自己知道的知识分享给男主 感受着兔子的体温和恰到好处的重量 柔软的毛发带来的触感反馈 让人十分疗愈 事后手下看着男主一脸严肃的模样 以为他一定是在思考怎么消灭地球人 殊不知男主只是苦恼为了成功引进兔子 该做什么简报才比较有说服力 好好的假日被同事的一些屁事 毁了大家气不起 男主是工作日 想要毁灭人类的外星邪恶组织干部 放假之后则是拒绝加班的超级熊猫控 工作别来沾边 冬天最好的娱乐方式 就是躺在被窝看熊猫宝宝直播 男主看得正爽 却不料被手下卢尼的电话打了 男主不爽卢尼仿佛式的给老 总是有事没事找他搭话 还邀请他一起去餐厅吃午餐 最终男主还是被阔接通了电话 他不爽早就说过放假别来沾边 没正经事的话两秒半后就挂断电话 卢尼连忙表示想要讨论地球怪物的事 他听说地球有种会在冬天才现身 并且一直赖在人类家中的怪物 经过他的调查发现这个怪物非常强 那家伙会用温暖来诱惑将靠近的人类吞进位移 男主觉得这种怪物对邪恶组织来说也很危险 卢尼本想出手对付却输给了那怪物 现在他的下半截身子都被怪物吃掉了 男主虽然讨厌加班 但对于手下的安全十分看重 得知怪物已经现身组织司令部 男主立刻摆脱棉被的封印起床 穿一条龙准备赶去支援 卢尼见状让他顺路带一些橘子过去 只因人类世界公认要用橘子对付 但他却忘记了 男主有点懵圈 原本的战术是投其所好又敌上档 他竟然会忘记准备东西就离本 但幸运的是他昨天正好买了一整箱 男主担心卢尼是文质不擅长战斗 只能快马加鞭现身组织司令部 却不料卢尼屁是没有 男主发现被骗上去就是一坨子 男主有多喜欢熊猫 听到路边有人买到限定出售熊猫包 就立刻出动了DNA 不料女生因为担心吃不完 所以当街将熊猫包撕裂分享给男票 男主不能忍地求人太残忍了 随后他也来到便利店 怎料熊猫包的样子太可爱 男主根本不忍心吃掉 于是只能等下定决心后再回来买 两天半之后男主再次现身便利店 但依旧没办法伤害熊猫包 只能购买普通黑猪包作为平体 并且对包子的味道惊为天然 可次日男主准备买熊猫包却没有 随后一连好几天便利店都是别的口味 男主开始后悔 曾经有个吃熊猫包的机会他没有珍惜 等想要吃的时候却错过了贩售时间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他希望可以买一万个 男主是为了消灭人类让母星占领地球 工作日每天都在战斗的邪恶组织干部 但今天休假他不会动手 刚去看了熊猫回来的他顺便来了趟超市 却意外发现超市也有肉包售卖 而且还是更划算的一包四个 这样明天的早餐也能吃包子了 第二天男主心心念念的都是昨天买的包子 先是沾上水 再用保鲜膜包住放进微波炉加热一分钟 随着叮声响起 男主立刻打开却发现 好好的包子却没了包心 虽然吃起来还是包子的味道 夫妻同心 与此同时超人小红加热的包子也变形了 只因他将保鲜膜包得太紧 导致里面变成真空把包子压扁了 两个小崽子事先不说 现在才拿出他们一直在用的好东西 多亏了这个男主也终于吃上了蓬松的肉包 男主虽然是邪恶干部 但也会做一些幼稚的事情 看到路边小孩做的小白兔 男主寄养也跟着做了一个大号血兔 本打算离开的男主又转身回来 将亲手制作的血兔饲养在家中的冰箱 却不料依旧没办法拯救血兔短暂的生命 今天男主休假准备去接受熊猫疗愈 在前往动物园的路上 男主遇到一个气喘吁吁的老爷子 男主主动提出帮他拿手上的东西 可即便如此老爷子上楼梯依旧喘个不停 男主好人坐到底蹲下身子让他上去 老爷子感谢他的善良相助 好奇下次他还愿不愿意帮自己 男主对此无所谓帮几次都是包 看着人类的老人 男主只觉得人类真脆弱 半夜失眠的男主只能靠属熊猫住眠 男主睡着之后梦见了白天的老爷子 变成了圣诞老爷 老人开心他果然又来帮忙了 随后连忙给男主穿上了工作服 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准备送给孩子们的礼 男主诧异地球的生活压力这么大吗 这么大的年纪还没有退休 别人的情况老人不了解 但只要孩子们还愿意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 他就打算继续干下去 就算孩子长大之后自然会忘记这种童话故事 但在孩子们相信存在的时候 他就活在他们的心中 也希望能一一实现孩子心中小小的愿望 并且偶尔也会遇到像男主这样善良的大小孩 说当代社畜的命都是便利店给的 在这里每个社畜都会获得救赎 这个社畜在上班被榨干后来到了便利店 却在这里遇到身为邪恶反派的男主 此时男主正咬牙切齿散发出邪恶的气息 看着社畜和刘家被心想这里有坏人 店员小姐姐却已经见怪不怪了 熟络的和男主打起招 男主问到放包子的柜子怎么不见了 而因为包子也是现实售卖 现在柜子也已经收起来了 闻言男主觉得无比失落 那可是他一天工作结束之后的犒劳 小姐姐也明白犒劳很重要 所以他给男主推荐了新的兵品 男主选择借一步说话 这一幕被之前的社畜尽收眼底 从他们的对话中他提取出了犒劳这个关键词 事儿工作已经那么累了下班就该好好享受 他也学着男主给自己添了一小盒布丁 几天后社畜又来到了便利店 这次他选了一盒樱花味布丁 现在是樱花季 所以店里在售卖各种樱花味吃时 甚至还有樱花口味的奶茶 而此时男主正喝着樱花味奶茶走在街上 原来这就是樱花的味道 正好路边的樱花飘落后 他伸手接住一片 用嘴唇将他轻轻咬住 果然和樱花奶茶是一个味 自从遇到男主社畜下班后都会犒劳自己 男主也一如既往的来到便利店 他先是来和店员小姐姐打起招呼 社畜看着觉得他们两个好像感情很好 但小姐姐突然好像有什么话难以开口 让社畜不由的也开始严肃起来 小姐姐就这样领着男主来到冰柜 他滔滔不绝地给男主讲起新的商品 让社畜也忍不住好奇地在一旁偷听 最终选出了两种口味的双麒麟 这两种应该都很好吃让男主很纠结 这下让原本自信的小姐姐一下就打回原形 赶紧向男主鞠躬疯狂道歉 社畜也生怕男主就此生气 但小姐姐的推荐每次都很实在 这回男主选择两个都要 本来之后他也会尝试另一个口味 两人走后社畜也走到冰柜前 面对这两个口味他也纠结得伤脑筋 这天男主休假来到了一家咖啡厅 刚坐下来他就看到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还以为那是什么实验道具 其运行后的模样更是让男主震惊 老板告诉他那叫红西虎 没过多久男主点的拿铁也端了上来 拉花当然是他最喜欢的熊猫 喝之前也要拍照做个纪念 再换不同姿势每个角度来挤着 但现在问题来了 他要从哪里开始喝才好 左看右瞅还是不知道从哪里下嘴 突然他意识到这里还不止他一个客人 端起来就猛吸了一口 可他发现只要他每喝一口 熊猫就会离消失更进一步 他只能颤颤巍巍地将拿铁放下 看着可爱的熊猫正在慢慢消失 男主无比痛心疾首 就连旁边的大哥也看出他的悲伤 最后熊猫也即将消散 男主也悲痛地干下最后一口 望着眼前见底的杯子男主不觉空虚 可以想到刚刚的熊猫又无比悲痛 就连旁边的大哥也为之共鸣 从咖啡厅出来后男主好像就被上了巴 一不小心就买了太多东西 全身的购物呆让他举步为奸 其中大多都是做饭会用到的牛奶 但现在因为为了给布丁和杏仁豆腐上熊猫拉花 再加上可能会失败 所以牛奶不得不加量 至于摆盘当然要使用有熊猫图案的盘子 他喘着大气终于抵达公寓楼下 但眼下还有最后一道难关 那就是这漫长的楼梯 男主暗骂到地球人为何不装电梯 不过自己可不会就这么认输 他每踏出一步好像身体就传出痛苦的惨叫 可满头大汗的他一想炖菜配上熊猫盘子 身体就又有了前进的动力 一步一步迈向那美好的终点 邻居看着他一脸猛逼 现在的人都这么热情见面就行这么大力 出于尴尬和礼貌男主只能打起招 不久之后男主打算学着人类来赏花 只是他来的不是时候樱花已经泄了 手里的便当感觉也好像不香了 他低头看到了一个樱花色头发的小女孩 正在树下剪着一片片花瓣 两人四目相对互相看了好一阵子 许久后女孩才将手伸向男主的便当 男主真的是服了 人类幼崽都是骗吃骗喝的 家里难道没人教他不能吃陌生叔叔的东西吗 瞧把孩子饿得果然人类应该灭了 男主虽然抱怨但还是给女孩倒上了热茶 女孩也有东西送给男主 只见他打开稚嫩的小手 手里的樱花也随风飘浮而去 男主看着樱花好一阵子才回过神 扭头才发现身旁只剩下一堆樱花 后来的几天他都来到这里 却再也没见到那个女孩子 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可这个粉毛遇到反派男主 却是对男主感激涕零 而这个粉毛正是守护地球的粉红战士 工作时他一个华丽的变身 三下午除二就能送一堆敌人领盒饭 然而每天这样的工作让他逐渐疲倦 尤其是穿着这身紧身衣 还有奏飞敌人这种不优雅的战斗 他其实更憧憬另一种生活 那就是成为电视机里的魔法少女 可他一想到这有点射死又感觉很丢人 但还是偷偷买了魔法少女魔杖的钥匙圈 然而却被他弄丢了打算出门寻找 正好蓝毛也要出门去寻找弄丢了的红毛 粉毛看着他感觉不太妙 要是被这货知道自己买了魔法少女周边 到时候真的会射死 他只能对蓝毛爱搭不理 蓝毛也回击表示粉毛一点都不可爱 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 两个黄毛一记手刀劈在蓝毛腿上 瞬间蓝毛因为疼痛也变得老实 粉毛向黄毛打好招呼便出门寻找钥匙圈 他也觉得自己确实不可爱 但被蓝毛说出来难免有点扎心 他在街上四处寻找钥匙圈 不久就找到一处公园 可这里也没找到让他非常失落 最后只能寄希望于叔叔那边 庆幸的是钥匙圈就在这里 叔叔告诉粉毛这是有人刚刚送过来的 所以那人现在应该还在附近 文言粉毛二话不说冲出来 他打算向那个人当面感谢 叔叔也跑出来提醒到那人高大还穿风衣 与此同时红毛也已经找到回家的路 本来想让小黑去接粉毛回家 但蓝毛还是决定让自己去 而视角回到粉毛这边 他在街上四处奔走 终于看到一个符合叔叔描述的人 他跑上前将男主拉住 拿出钥匙圈表明自己的难意 对男主帮他寻回一时表示感谢 而男主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这一句话让粉毛呆呆地望着男主离去 同样知道魔法少女的男主让他一下就爱了 更关键的是 比起战士他更想被称为魔法少女 今天终于体验了一回让他既开心又感动 没过多久蓝毛也来接他回去 虽然两人刚刚有点不悦 但蓝毛还是拉着粉毛的衣袖一起回家 休假的男主又将和熊猫展开一场邂逅 今天他在街上看到了很多熊猫的身影 魔法少女海报上也有萌萌的熊猫 再加上一对小翅膀让男主感觉更可爱 他又走到了一处熊猫商品展 在这里还有一具工作人员扮演的大号熊猫 看着小朋友都在和他握手 男主也选择加入排斤队伍 轮到他时他也微笑地伸出右手 等待对方伸出熊掌 没想到对方会错意递给了他一张卡片 原来这里有活动只要收集十个熊猫盖章 就能领取熊猫赠品 而只要买熊猫商品就能拿到盖章 这简直太棒了男主当然选择参与 他首先来到面包店选了个熊猫面包 又加起了一个熊猫甜甜圈 后过中间的洞他发现这里竟然有熊猫吐丝 店员告诉男主可以切成想要的后路 闻言男主一下就不乐意了 可转念一想好像有点不太对 只要每切一下就会多一只熊猫 到时候不就会有数不清的熊猫了 想到这他又心满意足地发出反派独有的笑声 出门后男主又去了其他有熊猫的商店 最后提着熊猫带满载而归 他带着十个盖章来到活动摊位 老奶奶让他在这些物品里选一个 男主贴近一看 发现都有熊猫都很想要开始纠结 手指在这上面来回一动 不知道选哪个好真叫人纠结 最后终于选择了熊猫马克贝 回去后男主看着满冰箱的熊猫 心满意足地合上了冰箱门 休假时男主偶尔也会干些家务 他拿起吸尘器 在房间里来回一动 可一不小心把熊猫布偶弄掉在地上 他先是保留案发现场 去把手洗干净后擦干 才可以把熊猫布偶拿起 之后再小心翼翼地把熊猫归位 接着男主又整理起衣橱 他发现里面有很多熊猫包装盒 拿起一个空盒子本想处理掉 但又想到这是小泥帝送的 还是放回去决定留下 最后再将窗户的玻璃擦干净 男主也掏出手机开始观看熊猫纪录片 等到衣服终于洗干净 他才来到公园闲坐 而且身边还坐下一只猫咪 男主开始回想起这种生物的身份 据说猫咪因为高傲又可爱 被地球人当成宠 男主想到可以把他内入阵营充当占领 而且这只猫咪的颜色和熊猫一样 他便咳嗽一声和猫咪打几招 又偷偷瞄了猫咪一眼 却发现他对自己爱搭不理 男主想到可能是自己不太礼貌 又放低姿态尝试和猫咪交流 哪只猫咪只是扭头不屑地瞥了一眼 男主却对这一眼无比开心 接着猫咪又发出了懒洋洋的喵喵声 男主也彻底误了 刚刚没法交流应该是语言的问题 而且即便语言不通 刚刚猫咪也耐心地听着 那自己也得拿出些诚意才行 想到这他咳嗽一声 就准备说些猫言喵语 这个男主明明是邪恶的大反派 可只要一到休假 他就会化身暖男 甚至还会和人类幼崽友好的玩耍 这天男主买完菜就在公园晒太阳 顺便整理一下手机里的熊猫照片 而眼前一对人类幼崽的谈话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得知似乎7号那天 有两个叫牛郎和织女的人要见面 但两个小孩觉得 因为下雨这次见面应该是没了 更难过的是 两小无猜的他们也将迎来分别 男孩也将在七夕那天搬家 文言女孩也万般不舍 但还是决定那天会去向男孩送别 他可不是织女 即便下雨也要见男孩最后一面 到了说再见时 他们也再次约定 这一幕也让一旁的男主感动不已 接着男主又走到一株挂满纸条的竹子前面 肉铺老板给了他纸和笔 让男主在这上面写下自己的愿望 之后再挂在那些竹子上面 来都来了男主决定试试看 但要写些什么好呢 想要人类灭亡 但肯定挂不了多久 最后他终于动笔写下了愿望 挂在竹子上又满意地看了一眼 很快就到了七夕这天 之前的男孩也到了离开的时候 而女孩也赶来完成了两人的约定 彼此同时红毛也写下了自己的愿望 只是他已经写了足足十二张纸条 本来他的愿望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治好自己的路持 但已经被蓝毛抢先了 所以他也只能写点其他的 在炎热的夏天 男主来到了海边 但他只有一个人坐在沙滩上 然而这时却又有一个人类 又在走到他身边 女孩坐下来就开始堆起沙子 闲着无视男主也跟着他照做 没过一会两人面前就分别立起一个沙滩 男主还有些许得意自己堆得明显比女孩大些 可女孩突然开始在沙滩底部挖掘 很快就成功将沙滩贯通 还朝男主摆出一副得意的表情 男主感觉被嘲笑后也不甘示录 卯足力气疯狂地拨开沙子 最后再把手伸进去成功将沙滩贯通 他扭头得意地看向女孩那边 却发现对方的城堡已经出具出行 而且又一次朝男主露出得意的表情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两人开始了堆沙滩比赛 直到太阳快要落入海平面 他们的城堡也同时完工 看着各自的作品两人默契地竖起了大拇指 然而海水也到了涨潮的时候 城堡被冲刷后也垮成了两堆烂沙子 见此男主有点些许失落 而女孩却用自己稚嫩的小手安慰男主 这个头顶长脚的男人和男主一样也是邪恶组织的干部 他叫德利卡每天都要和地球的战士战斗 可虽然同样是反派 他却把男主当成死对头 尤其是对男主将军的称号特别不爽 这天中午德利卡准备和男主一起回到总部 他不解男主为什么要学地球人走路回去 男主却用一大堆理由堵住他的疑问 这让德利卡看男主更不爽了 明明男主平时一副将军的样子 现在却跟一尊吉祥物一样 可走着走着男主却突然停了下来 德利卡还以为是什么不得了的事 而且还莫名被男主同情 说他不懂熊猫的可爱 不过男主竟然喜欢吃可力饼 他想着能不能拿这件事摘掉男主将军的人设 然而下一秒他就被男主当成工具人 拿着可力饼让男主拍照 而男主接回可力饼却开始发抖 这让德利卡也不由得一惊 看着男主又左右为难他感到非常疑惑 原来是熊猫太可爱男主不知道从哪下嘴 文言德利卡气地献出了原话 他让男主赶紧吃完好回到总部 而且他可不想看到最讨厌的同事反差的一面 然而男主又提醒到放假时自己就是这副模样 让德利卡遇到他也不要和他说话 回到总部 男主又和鲁尼躲在暖桌里 鲁尼突然聊到了男主喜欢的熊猫 却表示熊猫的眼睛看不清在哪 文言男主瞬间不开心爆发出邪恶气息 但鲁尼又说到熊猫就像休假的男主一样 一样看不到眼睛 男主才看起来心情缓和许多 但内心却非常暗爽 所以为了能准时下班后看到熊猫纪录片 男主的手指光束地敲击着键盘 手机支架也跑出来支持男主 然而男主最后还是错过了纪录片 而且明天没有休假他却完全睡不着 身体很疲惫但脑袋却非常精神 即便男主努力在心里默念睡着也没有办法 夜晚很安静让他想起了遥远的母星 突然他想到可以通过属熊猫来入睡 一只只熊猫便浮现在他脑海里 然而第二天男主还是拖着疲惫的身体来上班 鲁尼想让他去暖桌里补一觉 却没想到男主竟然站着睡着了 而且还做了一个甜美的梦 梦里他身边坐着数不清的熊猫 和男主一起齐刷刷地望着星空 这我见过最有休养的反派 哪怕是和人类的战士打得不可开交 但只要一见到他喜欢的熊猫 他就会变成尊老爱幼的四好青年 这是红毛差点被男主俘获的一击 他很自信身都不变就和男主对上 根本不够男主打没几下就被男主用尾巴吊起来 现在想要变身也太晚了 但两人却突然被一旁的男孩打断 原来不知不觉他们已经打到动物园 场地加小孩的因素让男主不得不把红毛放下 而且这个小孩似乎是迷路了 但比起这个男主更关心他手里的熊猫布 红毛却以为男主是对小孩打起了主意 也就在此时动物园想起了广播 正是男孩的妈妈在寻找他 而且男孩也很喜欢熊猫 红毛也安慰男孩表示自己也很喜欢 听到他们的谈话男主也觉得非常无奈 两人就这样和谐的结束了战斗 但没走几步红毛又突然回头 向男主再次确认是不是走那个方向 当然他又走错了是那边才对 而男主也到了下班的时候 但回家之前他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那就是他也想买一个熊猫布偶 熊猫本来就很可爱哪怕做成布偶也一样 但眼下男主又遇到一个世纪难题 你真和Q版的熊猫他要选哪个好 好在他突然恍然大悟 这种时候就要考虑触感了 他拿起你真的捏了捏 虽然比较硬但是会回弹 接着便要试试Q版了 而接触的瞬间 男主马上感觉到了一股柔软 再仔细捏捏男主立马感觉不得了 这种触感真叫人上头 看来只好买这只了 但男主又低头看了看另外一只 仿佛他好像在用乞求的眼神 告诉男主把他带回家 最后不出所料男主选择两个都要 他左右个夹着一只熊猫买在而归 又到了上班这天 鲁尼向男主说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知道还有一个地方有熊猫 只是那里似乎只是有形似熊猫的东西 不过男主一下来的兴致让他细说在哪 他要亲自去确认那里是否有熊猫 于是等到放假这天 男主就来到那个地方 进去之前当然要先拍一下门口的熊猫雕像 而这里其实是一处游乐园 男主左部右盼都没见到熊猫的身影 但他决定还是要调查一番 为了不被地球人怀疑他也只能玩一玩这些设施 而且这里似乎有一种叫旋转木马的马 所以说不定也会有熊猫 那就先试试这个旋转木马 期间还有妹子向男主挥手打招呼 接着男主又做了一趟大逛 又去体验了一下鬼屋 再来玩一玩这种比较刺激的 最后他又乘上了过山车 可他始终没看到熊猫的影子 而且人类幼崽也出现在这里 这里该不会是训练人类战士的设施吧 就在男主思考室旁边坐下了一位大爷 虽然大爷已经没能在这玩 但是偶尔会来这里 每个在这里玩耍的人都会变得和小孩子一样 而只要看着他们大爷也觉得就像回到小时候 这拨下来男主只觉得大意了 刚刚应该就问清楚熊猫在哪 不过他却看到了一个伴手礼店 里面全是熊猫商品 还有这个熊猫尾巴怎么是黑色的 难不成这里的熊猫是尾巴黑色的新品种 可男主突然注意到了一个熊猫扭蛋机 过了许久这些熊猫就被男主强行解救出来 把他们整齐摆好在拍照 不过男主还有找寻黑尾熊猫的众人 然而他找了半天也没看到熊猫 好在一个工作人员看出男主似乎有困难 一听男主在找熊猫立马就懂了 他给男主带路前往一处地方 到了目的地只见几架熊猫小车摆在地上 男主震惊不已 竟然可以骑在熊猫身上 光是想想都能让人觉得无比兴趣 事不宜迟男主骑上后投币 回去后男主给鲁尼带了一个熊猫小车 而且尾巴也是黑的 虽然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两人觉得只要熊猫可爱就完事了 这天男主又一次来到动物园 他已经来了有几十次 第二集的小男孩也已经和他是老朋友了 而最近男主主要在观察熊猫的长相 例如这只母熊猫就拥有温柔的面容 旁边的公熊猫就长得轮廓分明眉青木秀 说他是熊猫界的帅哥也不过分 但男主总觉得他这张脸似曾相识 仔细瞅瞅男主才想了起来 这不就是他的同事德利卡吗 不过男主有休假不谈工作的信仰 哪怕是同事也不行 好在熊猫突然躺平让男主掏出了手机 一通刷刷的拍照后同事的失望的一干二净 而第二天上班时 男主就碰到了看自己不爽的德利卡 虽然德利卡对男主说出挑衅的话语 但由于昨天的经历 男主给他上了熊猫滤警 在男主眼里 德利卡的一言一行就和熊猫一样 想到反派也会有失恋的一天 只因霓虹的熊猫就要归还了 让男主感觉好像分手一样痛心疾首 这天男主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里一只熊猫在他面前搓走 只是这搓着搓着咋还掉闪了 把黑眼圈也给搓没了 最后熊猫成了一只北极熊 吓得男主手机都拿不稳了 到了上班时 他让同事卤尼帮他解梦 据说梦都是潜意识的展现 所以鲁尼问男主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男主想起来确实有一件 那是一个晴朗的假日 男主干完家务坐下来玩起手机 当然还是看他最喜欢的熊猫 只是他每次看到屏幕里的熊猫摔跤 太可爱了让他的小心脏也会跟着揪一下 实在忍不住了躺在地上缓缓 辗转反侧了许久才重新坐起来 再去泡杯咖啡冷静一下 可刚抿了一小口 男主的手机突然来了一则消息 点开一看 竟然是动物园的熊猫就要归晃了 下一秒男主的手机和咖啡就掉在了地上 男主也无助地跪下 他的梦中情雄就要远走高飞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这件事对男主来说无疑就是暴击 所以才会做那样的梦 然而这两人的脸色忽然变得凝重 四目相对像是在密谋什么大事 各自准备好后 他们把手里的橘子放在了桌上 原来他们在玩包橘子比赛 然而鲁尼的橘子就跟没动过一样 男主轻蔑一笑 殊不知鲁尼的橘子暗藏玄机 慢慢的那橘子上的皮开始掉落 里面竟然是空的 男主感觉像被戏耍了一样 但他其实也留了一手 他包出来的橘子可不是小狗 然而比赛的胜负才刚刚开始 鲁尼摆出毛毛虫 男主则露了一手菊花 接着就是乌龟 紧跟着大象也登场了 房间里的声音把外面的下属听得一愣一愣 屋内的两人也开始筋疲力尽 显然下一回合将要决出胜负 伴随着那喊声 他们各自亮出了最后的底牌 暖桌怪物和地球人 看着这新奇的地球人鲁尼也想尝试一下 不过橘子已经用完了 好在男主早就预料到这个情况 搬出了一大箱 今天橘子广动 只是不能浪费包好的橘子都要吃了 与此同时 德里卡成功地撕下了橘子上的最后一根筋 但属下带着毛毛虫进来 着实把他吓了一条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快要到了 鲁尼提议要和男主交换礼物 地球人就有这样的活动 他们可以试着入乡随俗一下 可男主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要交换什么 他一整天就只思考这件事 买菜时在想 洗澡也在想 入睡前也在想 直到想到了梦里 正好就向圣诞老人请教一下 其实挑选圣诞礼物很简单 只要边想着别人收到礼物的笑容边挑选就行了 老爷爷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他看到孩子们的笑容时自己也会觉得幸福 闻言男主也误了 送礼物其实也能让自己快乐 老爷爷也表示赞同 这份幸福其实同时带给了双方 这才是送礼的真谛 梦境结束时已经是早上了 不过男主已经想到了最好的礼物 他和鲁尼选了一个好地方 就这氛围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要单挑 好在他们只是来交换礼物的 不得不说两人还是很有默契的 只是礼物一样的话感觉交换了个寂寞 而且橘子太多了 他们只能分给其他人 德丽卡看到后也好奇地凑了过来 只是他来晚了只收到了男主的牛奶糖 另一边两个黄毛也收到了圣诞礼物 粉毛也收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蓝毛和红毛却很疑惑 没想到黑战士竟然连他俩的份都准备了 小黑的回答也很简单 那天男主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他在和数不清的自己开会 他提议要消灭人类与增产熊猫 然而立马就有其他男主跳出来反对 只因他认为应该增产北极熊才对 紧跟着越来越多的男主也站了起来 有喜欢灰熊和小熊猫的 还有喜欢泰迪熊的 甚至还有喜欢肉包的 陆续有更多的男主起身各书几件 不知不觉男主们吵得不可开交 直到上班形态的男主登场 而且他还带来猫咪作为杀器 今天他就要让众多男主见识猫咪的魅力 最后男主迷里呼呼地从梦里醒来 他扭头看了一旁的熊猫布 果然自己还是最喜欢熊猫了 当反派与正派在转角相遇 却是发生了眼前和谐的一幕 只因他们都有同一个喜欢的对象猫咪 这天男主跟往常一样下班后都会去便利店 但现在他的主要目的是附近的流浪猫 只要走过这个转角就能见到让他魂牵梦营的猫咪 可没想到人类的黑战士也出现在这里 不过两人不但没动手 反而还有好的打起招呼 接着便蹲在一块看着猫咪干反 而男主开始安纳不住内心的想法 可以的话他真想撸一下猫咪 然而猫咪却转头蹭起了小黑 而且小黑又得心应手地撸了起来 让男主羡慕得不行自己可是一次都没摸过 他好奇小黑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 但小黑也差不多该走了 不过他似乎看出了男主的想法 给男主留了一条猫条 地球人可真卑鄙 原来是用食物来驯服对方 奈何这个方法确实值得一试 而小黑也回到了家里 迎接他的是两个黄毛 原来小黑是个夜猫子 现在已经是早上了 为了见到小黑黄毛不得不早起 难得见面他们可以让小黑抱一下 但小黑感觉这重量似乎变大 或从口出他便挨了黄毛一脚 这颓法可是深得粉毛真传 接着小黑将两个黄毛抱回了床上 这两个熊孩子就好像刚刚的猫一样 不知不觉就会和他们互动 不过小黑又好奇男主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难不成他喜欢猫咪 事实就是如此 男主已经激动不已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猫大人 吃得这么起劲 这天轮到红毛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他用豆子撒向男主 把男主当成鬼一样驱逐 豆子就像子弹一样 撒在了男主身上 男主整个人便到飞出去 但他可不会轻易倒下 只要红毛赢了 他就会给红毛这个东西 许久之后红毛醒了过来 可能是刚醒来梦境和现实分不清 现在他很自信 自己绝对不会再眉毛 与此同时男主也来到了一处商业街 他来到一处马蜀摊位 两个老奶奶给了他一块马蜀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男主将马蜀接过 却没想到一口下去后 马蜀被拉得老长 男主怎么扯都扯不断 这难不成是伪装成食物的软体生物武器 费了半天 男主才终于解脱 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竟然非常美味 老奶奶又端了黄豆粉马蜀 这个也很好吃 根本让人停不下来 于是男主又把不同口味的试了一遍 直到傍晚 他才挺着肚子满在而归 这是男主居家办公的一天 他终于等到了休息的时间 为了这一刻男主还特地准备了冰淇淋 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要用自己的熊猫马克杯 泡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才可以和冰淇淋一起享用 可在男主拿起勺子的一刹那 他的电脑突然疯狂进来了消息 没办法男主只好先处理眼前的工作 但就在他完成时薪的工作又把他留 源源不断的工作接踵而至 每当男主提交时屏幕又会再度亮起 工作的事情终于是告一段落 但男主突然想起一件可怕的事 想必自己的冰淇淋已经融化了 男主本来可是对他充满期待 气得男主直接变身成工作形态 整个房间也为之颤抖 可就在男主烦恼时 他又注意到了神奇的一幕 此时冰淇淋只是边缘融化了而已 这种形态可以说是刚刚好 一口下去也非常的好吃 转眼间已经来到了晚上 而男主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由于太早吃晚餐 他在一个尴尬的时间饿了 恰好自己有一杯泡面 但该不该吃呢 男主陷入思考难以抉择 下一秒泡面包装上的熊猫钻了出来 天使熊猫劝他回头是安 恶魔熊猫则让他遵从食欲 最关键的是这个时间吃泡面是最好吃的 而男主的肚子也想了起来 最后终究是饥饿战胜了意志 但有一说一泡面确实很好吃 填饱肚子后也到了洗漱的时候 然而男主又觉得麻烦选择偷懒 还是来整理一下熊猫照片吧 可男主突然感觉到身旁的熊猫布偶 似乎在盯着自己 男主只能老老实实走进浴室 但后面又要吹头发和刷牙 他又觉得麻烦本想再次跳舞 然而只要他一靠近沙发又感受到了熊猫的目光 这股无形的力量又使他退回了卫生间 老实刷完牙后准备吹头发 但男主想起冰箱里还有一份锯烤虾仁 于是他启动了微波炉 又开启了吹风机 不出意外男主家里被拉炸了 男主瞬间进入戒备状态 看来是有嫡妻使得他的电气停止了运作 可男主在屋子里又感觉不到其他人 用排除法他很快确定了敌人的位置 男主在街上四处寻找 他看了看排水槽 又敲了敲井盖 但始终等不到敌人现身 男主才终于明白是自己多虑了 原来人类在用电这方面耍了点小聪明 为了不再跳闸他关了其他电器 这才安稳地吹干了头发 最后男主才满意地爬上了床 小黑是个忙碌的男妈妈 前脚收养蓝毛和粉毛 而后又抱回黄毛双胞胎 白天要带娃 晚上巡逻不归家 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 情人节很快就要到了 而粉毛要给大家和工作人员送巧克力 工作人员的就买这种多颗装的 至于蓝毛的当然不能含糊 就拿这一小颗 红战士身为队长必须找个高大上的 正好这个就不错 然而粉毛想起来红毛是个路痴 这上面的地图有点嘲讽的意思 想想还是选择背后这个正常的 最后就只剩下小黑和黄毛双胞胎 可走着走着粉毛就被什么东西抓住眼球 原来是马猴烧酒联名巧克力 怎么办真的好想要 他拿起一份仔细端详 不由的想起初次见到男主的情景 是他第一个称呼自己为马猴烧酒 要是也能给他送巧克力就好了 很快就到了情人节这天 粉毛突然把蓝毛喊了过来 伸出手送给了他一枚巧克力 不过蓝毛并没有介意 反而关心红毛他们的巧克力 是不是也这么草率 当然其他人的都是合装的 蓝毛又看了看手里的巧克力 原来粉毛也是会干给正事的 他立马坐下来将巧克力送进嘴里 日子很快就又来到白色情人节这天 这回轮到其他人给粉毛送巧克力 红毛和黄毛一下就决定好了 而蓝毛这边却犯起了选择困难症 他已经整整考虑了两个小时 三人才意识到红毛已经被他们弄丢了 这是蓝毛小时候正式成为蓝战士的一天 他从小只要感到不安就会胃疼 他和弟弟在等着身为战士的父亲回来 然而等来的只有黑色的战士 于是那天蓝毛就继承了父亲的职位 小黑要把蓝毛带在身边 因为战士们只有待在一块能量才会更强 很快蓝毛也见到了粉毛 两人初次见面就大吵一架 只因粉毛说战士的服装太丑 而小黑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忙碌的家长 白天找他聊天他都在打瞌睡 直到几年后黄毛双胞胎的出现 但是从能量上来看他们失律战士 由于还是因而他们的能量还很弱 小黑交代蓝毛两人要经常待在他们身边 这样才能共鸣出更多的能量 正好蓝毛也有不想去学校的想法 他认为在家里学习和在学校也差不多 而对于这件事前任战士们是这么说的 只有多和同龄的朋友交流 才能理解自己究竟在守护什么 小黑也表示战士们都是一起奋斗的伙伴 所以和外界的朋友不太一样 然而下一秒他便站着睡着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蓝毛和粉毛之间依旧是一言不合 就连放学后回去照顾黄毛也要分个先后 而小黑则一直在夜晚巡逻 但到了白天他还要负责寻找红战士 大家都不得不为他的精神状态担忧 然而又有一个坏消息接踵而至 黄毛双胞胎突然不见了 所有人着急忙慌地寻找 蓝毛和粉毛也来到外面呼喊着他们 但仔细一想他们还是因而应该不会回应才对 蓝毛自嘲到自己和粉毛像是笨蛋 可粉毛只觉得只有蓝毛才是 顿时把蓝毛气坏得心想 粉毛一点都不可爱 他决定一个人去那边寻找黄毛 然而粉毛突然把蓝毛喊住 他以为蓝毛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 因为他之前说他们两个不算是朋友 于是他艰难地开口说道 从现在开始他可以和蓝毛成为朋友 却没想到蓝毛摇摇头对此拒绝 因为对他来说粉毛更像是妹妹 也就在此事旁边有一阵绿光闪过 那正是绿战士的能量 他们之所以外出是为寻找他们的亲生父母 等蓝毛和粉毛赶到时只看到绿战士一个人 原来他们变身后会合体 听到绿战士的话两人恍然大悟 蓝毛率先表态 虽然这里没有他们的父母 但蓝毛和粉毛会负责将他们养大 文言粉毛也连忙复合 绿战士也被他们的话慢慢打动 如果能一直待在一起 那或许也不会感到寂寞了 随后绿战士解除了变身 草地上只剩下两个安心酣睡的婴儿 这件事也让蓝毛和粉毛的关系更加亲密 虽然粉毛说要一直待在一块 但蓝毛也一直记着他其实并不喜欢做一个战士 事实也确实如此 其实粉毛喜欢马猴烧酒 然而他始终不想把这件事说出来 还有他只是讨厌战士的制服 并不讨厌这里和这里的人 而回去后小黑犒劳了他们两个 拿出自己珍藏的灵石 眼下就只差红战士人就起了 小黑目前也在寻找他 只是始终找不到他的身影 迷子变成了 之后红毛也终于到来 这才有了整整齐齐一家人 日常生活时遇到麻烦就找蓝毛 只要喊他哥哥他就是万能的 另一边小黑带着鲜花去探望前任战士 他想起这些年代娃的日子 又想到当初前任战士是怎样教导自己的 而如今自己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活下去 男主是想消灭人类的外星邪恶组织弹幕 却意外成为狂热熊猫孔 并且每当樱花盛开之时 都会给树下的粉毛萝莉送饭团 而每次萝莉出现的时候 马路对面的黄毛正派都会偷偷看他 却发现萝莉总是一个人望着来公园的人 而他每次出现的时间 只有樱花盛开的短短几天 当男主出现的时候吓了正派一条 男主不仅能跟女孩说话 还送给他喜欢的三角形 于是男孩朝男主扔树枝引起他的注意 男孩好奇男主为什么能跟女孩讲话 男主傻逼了两秒半 但还是帮男孩将泥团送给女孩 他表示女孩虽然很高兴 但也十分疑惑 男孩却幸福的不行 因为男主的出现 他和女孩的关系才能靠近一些 之后男孩热衷于做三角泥团 把男主都整无语了 让他不要再做这些不能吃的三角形 随后他取出纸杯电话交给正派 还说这是最后一次帮忙 很快纸杯内传来女孩的声音 女孩谢谢正派送给他这么多三角形 虽然男主嘴上说着是最后一次帮忙 但他还是会过来看看情况 却不料男孩每次待的大树不见了 只留下纸杯电话在原地 男主收起纸杯一路来到对面的樱花树 此时女孩还一直手捧纸杯跟男孩打招呼 却什么回应都听不到了 自从大树被挖走之后 他也离开了 女孩感觉十分寂寞 或许明年花开的时候也见不到他了 男孩不知过了多久再次睁眼才发现 自己的身体已经被人类做成了影子 但他离女孩的距离却更近了 此刻男主来公园正好与他偶遇 男孩好奇樱花女孩去哪里了 得知樱花已经凋谢男孩失望 要是早点来或许还能和他碰面 可没人知道明年还会不会开花 即便如此男孩也很满足 之前只能远远看着他 后来听见了女孩的声音 现在虽然被爆摆了外星 却能和他靠得这么紧 他会一直等待 等到他盛开的那个春天来临 外星男主在雨天似乎听到公园有猫叫 他担心是猫咪大人淋雨觉得冷 却不料发现了一只和他想象不一样的机器猫 并且机器猫还会说话 男主不愿和这一丝外星产物扯上关系 可离开没多久他又再次返回 将雨伞送给机器猫挡女 事后男主再次来到这里 询问机器猫在这里做什么 机器猫回答得毫无生气 他只是在等待电源耗尽吧 男主听后便转身离开 机器猫提醒他把伞带住 但明天还会继续下雨 所以就留给他用 机器猫本是外星文明的实验产物 却因为没用遭到报废处理 为了证明自己有用 他想要打倒一只人类 随后机器猫浑身一机灵 于是立刻摆出攻击姿态 原来男主带上充电宝给他充电了 机器猫却红着眼咬住男主的胳膊 却发现似乎对男主没有鸟用 他伤心原来自己真的很没用 随后男主又给机器猫带来猫罐头 他以为被咬是因为机器猫肚子饿了 机器猫生气男主想驯服他到底有何企图 殊不知男主只是无法对貌似猫咪的东西见死不救 他答应会回报男主伞和充电的恩情 于是男主尝试撸猫 果然不是毛茸茸的而是滑溜溜的 往后男主经常给他充电 但不久前卢尼希望 如果发现不是母星和地球上的可疑物品的话就告诉他 他发现还有其他外星文明基于地球 似乎是个大力研发武器的文明 说不定还早就把武器送到地球上了 此刻男主怎么看机器猫都像是卢尼说的武装机器人 所以之前咬他也不是因为肚子了 男主开始犹豫该不该把机器猫带回基地 机器猫气鼓鼓地就想离开 可随后又来到了男主身边歪着头不看他 并傲娇他不打算摸摸自己吗 送上门的猫不如白不如 或许他就是外星人的宠物机器人也说不定 最终男主还是决定送他去基地 于是骗他要不要一起去散步 事后机器猫傻逼了 原来男主是个外星人 男主道歉虽然从没说过自己是地球人 骗他来这里的确是不对 但只要做个检查就能回去 不料猫猫因为害怕变成了鸡蛋 事后男主心里实在是放心不下 只能联系卢尼询问还要多久 却意外发现此时机器猫的身体已经遭到拆解 男主瞬间感觉被罪恶感包围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或许对那个机器猫产生了感情 但拆解又是必要的 为了母星这是必要的牺牲 自从将机器猫重组之后 他就一直大貌 卢尼还以为是哪里出了问题 机器猫跳到男主身上很不爽 虽然被男主骗了 但还是比卢尼强拨了 卢尼判断机器猫没有危险性 就是一个宠物机器人 见他似乎很黏着男主 于是觉得安置到他家或许很不错 反派是真的服了 到了完结时自己还要被两颗数位狗粮 但好在是在他的撮合下 两人终究是走到了一块 在此之前 男主还在疯狂地敲着键盘 只是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摸鱼 为了自己即将领养的猫主子 他必须提前做好养猫攻略才行 而他领养的猫也不太平常 是一只机器猫 可他原本作为对付人类的武器 如今却已经被报废 因此他为自己今后的猫生感到迷茫 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本想为男主做些什么 但作为猫主子只需要被伺候就行了 也就是什么都不用做 文言他又失去了猫生的希望 甚至还想把自己拆了 也就在此时男主走了进来 在鲁尼的一番劝说下 机器猫还是试着在男主家活下去 于是就有了这一幕 一开始他还很抗拒 奈何躺在这上面确实感觉很良好 又是一年的时间过去 樱花树下的男孩也等了一整年 男主也像往年一样来到这里 只可惜今年樱花并没有盛开 男孩也没能和女孩相见 在男主的安慰下 男孩才重新振作起来 樱花总会有盛开的一天 还有明年再来时 男主会带两份便当 而便当里放着的 正是女孩喜欢的三角形饭团 虽然男孩没能和他一起享用 但男孩还是会对着他的樱花树说话 例如男主那个大叔 虽然不是人类 但却是个好人 还有他的纸杯电话 是在他的帮助下 自己才听到了女孩的声音 而如今两人的距离已经触手可及 男孩会一直等到 能和女孩说话的那天 也就在此时此刻 樱花树梢上 已经悄然长出了一个花苞 沉睡了许久的女孩 也在此刻睁开了双眼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 慢慢的树上的花苞 已经多得让男孩数不清了 他无比期望见到女孩的那一天 到时候一定也要亲口说出那句话 当然男孩的表白可不会这么简单 自己也会说到底喜欢女孩哪里 比如他花瓣的颜色很可爱之类的 想到这男孩的脸上已经洋溢着幸福 但男主提议他应该先好好练习表白才对 而这回男主也按照约定 带了两人份的便当 等到了夜晚 男孩望着即将盛开的花苞 脸上又挂着幸福的笑容 突然他想到男主的建议 果然还是得练习一下表白 一是才明白原来表白也是一件艰难的事 可就在他练习期间 殊不知头顶上的樱花也迎来盛开的那一刻 女孩的突然出现 让两人都羞涩地望着彼此 但很快就被再次相见的喜悦盖母 可等到隔天男主来赏花时 却发现自己好像是来吃狗粮的 自己莫名就被夹在两人中间 明明两人已经能面对面说话 却还需要男主当个中间人 接着男孩就让男主的耳朵凑过来 一通阿巴阿巴后 男主又转到女孩这边 本以为这样就完了 可男主突然又被女孩拉住 又是一通阿巴阿巴 男主也转向男孩这边 在当了许久的电灯泡之后 男主实在是吃不下狗粮了 好在终于是在最后一刻 男孩勇敢地对你还说道 这天男主正悠哉地走在大街上 可突然他就闪现躲到了巷子里 原来是有敌情红毛出现了 男主只觉得不妙 要是自己被红毛发现就麻烦了 他可不想自己的美好假日被破坏 于是他只能躲着红毛走 可再走到一个转角 红毛又再度出现 可男主势必要过完这个美好的假日 然而接下来无论他到哪 红毛也会迷路到哪 男主终于是忍无可忍 正好红毛也找了过来 男主本想就此做个了断 却没想到对方又是来送礼的 这是作为男主经常为他指路的报答 至于礼物当然也少不了熊猫 而红毛回到了家里 就被粉毛叫住欣赏了一副美景 原来是蓝毛和两个黄毛正在同步睡觉 而粉毛又让红毛也加入 在拍下后发给小黑 作为男妈妈的他应该会喜欢 身为夜猫子的小黑 此时正在呼呼大睡 很快他收到粉毛的消息 正好把这个设为壁纸 之后为了即将到来的敌人 他才迷迷糊糊的从床上起来 而在男主这边 他也已经召集了众多的手下 一切准备就绪后 所有人迈着稳健的步伐 准备前去约架 快要完结了 怎么也得和红毛他们打一架才行 来到战场五个颜色的战士 也已经在等着自己 在等他们亮出武器之后 男主也一跃而下和红毛展开了对决 双方的人马也纠缠在了一起 随着男主和红毛的激烈对撞 一阵爆炸后战斗也就此结束 等到新的一天开始时 男主的日常也在照常继续 机器猫已经被他驯服 电视机里放的依旧是他喜欢的熊猫 动物园里也经常有男主的身影 熊猫礼品店他也时常关过 再续上一杯让自己又爱又恨的熊猫拿铁 作为反派的一天就这样惬意地度过 最后自己人生的信条也不能忘记 虽然男主是邪恶组织的干部 但今天自己绝不会和人类的战士开战 对于是因为今天是休日的